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搬完社了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 从这条小路呢 拐出来就是列德大道 左手边那些高楼呢 就是列德村改建而成的民居 右手边呢 天德广场 据说也是列德村民的一个公共财产 应该在去年落成 底下也开了很多的商业 我们现在不走列德大桥回家 而是去走另外一条也可以通达攀鱼的广州大道 从广州大桥回攀鱼 现在我们进入的是临江大道 现在我们进入的是临江大道 左手边就是江边的绿化带 中间新城临江的绿化带 还是搞得相当不错的 我们现在走隧道 新中轴隧道 上面就是广州的新的中轴线 从广州东站的中心广场 一直到这个花城广场 对着南面的小蛮腰电视台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呢 就看看广州的士龙 那些原本在广州住过 现在搬去了外地的朋友呢 可以重新回味一下 你记忆中的广州是不是变了模样 那些从来没有到过广州的朋友呢 也可以随着我的镜头看看广州 跟你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现在走到广州大道前面掉头 广州大道呢 就是因为天河区的建设才有的这么一条大道 我们的右边呢就是天河区 而我们的左边呢 就是广州的传统的月秀区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东山区的一个地块 后来东山区和月秀区呢合并以后 月秀区的边界呢就到了这里 所以右边的这个珠江新城 完全是一个新区 是1986年吧 开全运会的时候 建设起来的一个新的区 我们就在这边掉头 上广州大桥 广大道呢 以前有几个瓶颈 其中一个呢就是广州大桥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广州大桥只是双向四车道 就是每一侧只有两车道 但是现在呢 通过改建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广州大道呢 已经变成了四车道 我们的右手边呢 是有一个出口 可以去到阿尔沙岛 阿尔沙岛呢 是广州的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居住 环境很好的一个区域 我们以后有机会专门去做一期 阿尔沙岛的视频分享 我们一路上看到 珠江南岸 起了很多很多的高路 这一块地方呢 我们一直称为滨江东 那这个桥的左侧 我们镜头现在可能看不到 就是广州的电视塔 最近还搞了一条人形的步道桥 连接珠江的南岸 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找一找 过了广州大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前面呢 就是客村里交了 其实广州大道呢 都为当年最大的一条主干道 它一直行驶着 从广州到攀鱼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交通的功能 这里看到的是客村的立交 广州大道 经过了好多次的改建 才形成了现在有四五条车道的 这么一个大马路 每次改建 这里的交通灯 交通的划线就会有所变化 所以你要仔细的看它的这个线路的标志 否则很容易走错路 否则很容易走错路 以前这里都是直走的路 现在又换成了一个掉头的路 这里是否则很容易走错路 刚才过了广州大桥呢 这边就已经进入了海珠区的地段 海珠区它是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区 广州当地人以前把这里称为河南 因为它确实是在珠江之南 在以前广州交通还不发达 珠江两岸桥梁比较少的时候 到河南来是很不方便 所以河南就有点像上海的浦东 是被人家嫌弃的一个地方 但是随着珠江两岸不断地架起了新桥 包括我们刚才走过的 还有它西面的海映桥 到海珠广场的那座老的铁桥 海珠桥 再往那边就有解放桥 再过去有人明桥 那还有好多其他的桥梁 就把广州 河北河南 两地都连成了一片 所以就消除了这个发展的一种瓶颈限制 所以相信以后的海珠区 会进入更快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前面的牌子上写着往前的就是洛西大桥 也可以进入向左转的一个出口 那就可以进到星轿中路 去走我们经常走的星光快速 直接可以上到星光大桥 这条街道上的氯化带也重新进行了优化 增加了很多草坪 使得视野更加开阔 这个是往的这一两年来 一直在进行的一个绿化带的一个优化版 今天一路过来 可能是快中午的时候 路上畅通 据说以后广州大道也是要进行快速路的建设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 所以有很多的红绿灯 每过几个路口呢 就会有红绿灯 需要等一等 今天主要是想带大家去走一走 重新改造的洛西大桥 洛西大桥呢 是当年横跨珠江后航道上面的 连接广州海座区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和攀鱼的南浦岛上的一座大桥 在这个之前呢 广州到攀鱼都是要进行百度的 非常的不便 当时香港的企业家霍云东先生呢 他为了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 也为了建设他的家乡 因为他的老家就在这里 专门投资兴建了广州第一座横跨海珠区道 攀鱼 当时还是攀鱼县的一个桥梁 就是这个洛西大桥 那这座桥呢 到现在已经有起码30年的历史了 已经不堪重负 两岸越来越大的一个车流 所以呢 前几年开始呢 对洛西桥进行了改建 和扩建 就是要把它从两车道变成五车道 这样的一个建设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那么到了今年初呢 新的洛西大桥 就是建在老的洛西大桥 两侧的这个新的桥梁呢 已经通车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竖起来的很大的那个桥梁的那个柱子 就是改造后的新的桥梁 在新的桥梁通车以后 就进行了老桥的维修 所以现在还在改建 改造当中 还不能走车 所以呢 目前来讲 洛西大桥还没有完全行使它改造后的一个通畅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我们看到还是只有两条车道 但是应该不需要多久 等到旧桥修缮完成以后 它这里就能够形成一条真正的跨越两岸一条交通主管道 那么这条道呢 一路通下去 会直达广州的南寨 我看那边 潘云那边街道已经在进行了一个 一个透宽和快速路的一个改造 应该说洛西大桥呢 和刚才我们走过的 广州大道 租江新城那一块 都是我们广州 发展的 一个象征 只是呢 当时建桥的这些规划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过了很多年以后 就进行了一些扩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两边的这些民居 与新的这个桥梁挨得非常的近 也曾经招来了附近居民的一片抗议声 当时走过这个桥的时候呢 看见两边的民居都挂着那些 表达不满 诉求的一些标语 但是呢 没有办法改变 时代的进步 城市的发展 个人多多少少 也必须要付出一些牺牲 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代价 可以想象 以前在没有洛西大桥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一片能处 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 毕竟还是有个先来后到 所以这边的发展的话呢 肯定还是不如广州市区 但是 攀鱼区 独立城区以后 它已经从一个 承担来料加工 承担这个 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 区域呢 慢慢的也开始了城市化 最大特点呢 就是建了很多很多的 住宅的房子 那么这些相对价钱还比较 低的一些住宅呢 自然就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 尤其是 从全国各地到广州来工作 生活的年轻人 是这样的一个 够房的需要 所以也使得 在短短的这个十几年里面 攀鱼这边就承受了巨大的交通的压力 因为 攀鱼这边 自己的商业中心 还在发展当中 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还都主要集中在珠江新城的中心城区 所以 这个现象呢 应该是全国各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通定 但是应该说 攀鱼区 以前的那些农村的居民 它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改造当中 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们的宅基地 就变成了高楼 他们自己在这个中间 也分得了他们应有的住房 很多都不止一两套 那么还有一些有先见知名的农民 他们早早就把土地集中起来 然后就发展成了一些像长龙 野生长龙乐园之类的 这些大的游乐的一些设施 说话之间呢 我们又转到了我们回家的路 星光快速 多一点 不过 珠江三角洲 包括攀鱼地区 也是河道中心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刚才我们在右手边的呢 这叫 三之乡水道 据说是以前有一个乌村叫丽江花园 它专门有自己的船可以通往白鹅潭白天鹅那边 但是没有运营多久早就已经停运了 说明了这个河道实际上是连的珠江的一些总航道 这条新宫快速啊 从它诞生之后到现在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已经反复的维修过很多次了 可能因为一是因为这个路呢 它是一条软机路就是它的基础啊 没有那么扎实 再加上呢 来来往往的那些超载的大车在这个路上行走 很容易把这个路面呢就压坏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呢 就要重新拨式这些柏油 现在这条路上已经是没有特别闲的时候了 你看快中午的时候了 南向的这个新光快速路上 依然是车水马达 依然是车水马达 前面就是汉西大道 从这边去广州南站很方便 从这边去广州南站很方便 前面就是新光隧道 这个上面呢就是长荣旅渦区的一些设施 就像是车水马达 在那边的路上 在这边的路上 这边的路上 就像是车水马达 在那边的路上 现在是车水马达 在那边的路上 隧道里面还是一如既往的堵车 有时候会想,退休以后可以避免每天都在这种拥堵的路上还要回奔波 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现在上班的人们,上班路上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 这实在是一种浪费 不仅是时间的浪费也是生命的浪费 我一个好朋友经常跟我讲 时间不光是精切,时间更是生命 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命 一天就是一天的命 过去了,这一天的命就没了 想想看还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处于年轻的时候 每天在职场奋力拼搏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时间这个问题 他们更多的是需要用他们的宝贵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财富 所以他们自觉的加班 努力的工作 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但是也为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一些不坏 那这个当然是必须的 你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 或者说你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同时 你也在为社会做出贡献 为很多人提供工作的机会 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年轻人就需要自己不断地去打拼 但是这个绝不是一个人生最终的一个目标 所以今天早上也有跟大家感慨 退休以后并不是一个衰落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更不需要失落 它实际上是生命的新的一个阶段 或者说是人生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就你可以通过自己大半辈子的努力 你的积累 你负担的对家庭的责任 你的孩子的教育等等 然后你应该换来一个 让自己变得宁静 心静和平 能够追求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快乐的这么一段美好时代 所以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没有必要望之飞薄 更不要感叹 时日有多美好的年轻的时代已经远去 而是应该努力的 把更多的注意力 用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中来 开车在路上可能是无聊吧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发几句感慨 已经走完了星光快速 我们现在从东义路这个出口出去 因为大家如果有看我在起伏有多少个大门 这一期的视频就可以了解到 起伏从东到西 它有六个大门 在东义路出去的四广路上呢 我们也能够有大门可以回到起伏新村里面 今天大家特地走这个东义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住宅区和马路 这里呢 叫金山谷 有一个大的乌村 它是由招商地产 就是深圳的招商局发展起来的招商地产开发的 它这边呢也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住宅项目 有高楼 也有一些连排的别墅 有商业街 在它左手边 有一家国际学校 叫加拿大子弟学校 的鲜店 已经忘了以前这片区域是长什么样的 应该就是一些荒地加上一些搬走的一些企业吧 可这边呢已经非常宜居的一个状态了 右手边也有这个他们的学校 说起来也很奇怪 也可能是以前曾经在北美住过的人物 你要喜欢住在一个相对乡下的地方 这样比较开阔人相对比较少 虽然会牺牲一些到市区里头的一些便利 但是现在起伏新村这个乡下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 周边呢像这些招商地产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发展商 给开发了很多的楼盘 已经变得越来越方便 前面这边违壁的施工的地方呢 就是地铁22号线 我们已经看到在马路两侧 地铁路口的建筑物已经拔地而起 而且已经听到官宣说 很快地铁就要开通了 9月28号 18号地铁和22号地铁会同时开通 它的第一期 很期待 我们起伏终于有地铁了 等到开通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坐着地铁出行 到时候也跟大家来拍一拍 做地铁的一个感觉 农村地方终于通地铁了 这说明这个城市啊 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已经在向外围在发展了 当然啦 任中道远 路还很长 一下子要让这个原本乡下地方 变成跟城区里头一样的方便 一样的热闹繁华 这个看来需要很长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 事情都在往好的方面在变化 我们又看到起伏的那个大楼了 左前方的两栋 起伏应该说是建的最好的建筑 就是它的起伏医院 我们也快到家了 那这次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们有机会下次再一边走一边聊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昨天呢 第一次知道 怎么来做一个订阅 点赞和开小铃铛的 这么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标记 放到了网上 所以在看到最后的朋友呢 也请多关注 多点赞 如果你开了这个小铃铛的话呢 就不会错过我以后 陆陆续续会发出来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